古代的阿拉伯帝国曾经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他们征服过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地区 西班牙 在古代,有700多年 西班牙实际上一直处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 公元711年 阿拉伯人的军队入侵并征服了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 此后的700多年里 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中 而在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的北方 还存在几个弱小的基督教王国 他们进攻穆斯林的地盘 展开了漫长的收复失地运动 1492年,该运动结束 基督教王国最终收复了大部分西班牙地区 此后,才开始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统一的西班牙国家 葡萄牙 公元711年 阿拉伯人的军队入侵并征服了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 对葡萄牙南部开始了几百年的统治 这时,仅葡萄牙北部还在基督教王国的手里 1139年 这个地区建立了葡萄牙王国 并开始全力与南部的穆斯林作战 与当时的西班牙一样 西普两国同时进行着收复失地运动 1249年 随着葡萄牙王国收复南部的阿尔加威 最终完成了国土的收复 也奠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葡萄牙国家的疆域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 公元827年 阿拉伯的大军开始入侵拜占庭帝国控制的西西里岛 但直到公元902年才全部征服西西里 结束了拜占庭人的统治 在阿拉伯人进军西西里的过程中 他们同时向意大利南部扩张 占领了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区 并且建立了西西里酋长国 国家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 公元9世纪末 基督教徒把阿拉伯人赶出了意大利 接着在1091年 诺曼人也最终将阿拉伯人驱逐出西西里岛 阿拉伯在意大利的统治全部结束 除了上述地区 阿拉伯帝国也征服了埃及 北非 波斯 在东边 征服过印度的信德 甚至还和中国唐朝军队 在达罗斯打过一仗 他东征西逃 和唐朝并列为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大帝国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关注 订阅我们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想法 请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